长沙本地粉丝到店抽猫 一共有25个人参与 本次抽奖诞生的幸运额是一个小姐姐 看得出来小姐姐宁讲很开心 也很害羞 她说她是跟老板请假过来的 都没想到过会种猫 这次生肖活动就总共抽了两只猫出去 这也算是壮实的回馈本地的一个粉丝 因为我自己也作为一个湖南人 长沙人对吧 我在直播间送了那么多猫出去 一个本地的都没有 实在是 是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 下一次送猫是什么时候 我也说了 下一次送猫会在壮实破60万粉丝的时候 我会拿一只蓝鸡出来 拿一只免鸡出来 那些陪跑的小伙伴 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让你们在直播间待了那么久 然后空手而归 这个我也说过了 这个仅凭运气对吧 人家运气好 他就能抽到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那个 无毛毛 最后抽了5次才送出去 我在想无毛毛 现在市场都这么差了吗 但是最后还是给送出去了 而且送给了一个很有实力的富婆小姐姐 是北京的 而且她的家在二环内 我去过也是北京 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二环内外地的车都不允许进入 所以我也很开心 无毛毛 他最终会过上幸福无忧的生活 这两天虽然送是送了很多猫出去 但是壮实真的非常开心 那也非常的感谢一直陪伴的这些家人们 这两天我也会回归正常的更新生活 我也要开始收猫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壮实爱你们 无毛的 谢谢大家